大家好我们又到了作业点评的这个环节啊 这个今天呢我评完这个同学作业我还觉得很有意思的 跟大家想分享一下 呃这个同学的话呢是做的我们这个小班课当中的山业广场那个项目 然后呢一草的时候其实在七月份就过了啊 八月份之后呢就开始折磨他一直折磨他两个月 二草这一个形式推销这么一个阶段 呃大家的话呢可以看看就是我们这个 我带学员的话呢是怎么去来折磨他们的是吧 呃折磨的特别爽啊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是八月份的啊 到我们觉得他二组通过的就是九月呃 十月九号大概是两个月的时间 可以看一下每天呃就是这几次交作业的一个情况啊 第一次交的时候的话呢实际上就问题比较多比较混乱啊 这个形式上呃形式上的话呢没有主体很散乱啊 再有呢就是他这里面提前再去来做了一些铺装上的设计 导致呢整体的这个方案呢都随着这个铺装奇奇怪怪的这样的一个图形而变化 失去了空间本来应该有的一个合理性 所以的话呢这里面问题就当然就很多了啊 就是就是这个里面就不详细说了 然后呢给他做的点评也是非常的多啊 首先呢就是铺装不要着急化哎 这个是很多同学会出现的问题 就是有的同学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他总是特别愿意把这个方案先给他做深入进去 这是有问题的我在设计院的时候经常就是在培训员工的时候经常跟他们说 你不要在翻前期的时候就想那种细节的问题 这样的话你很容易把空间上的一个体验感给他忽略掉 对吧 其次的话呢就是他有一些形式上不够统一 对吧 这里边的话呢有一些基础基础图形的话拿了就用 比如说这种非常完整的这种啊 这个多边形的这个这个这个基础图形 那这种的话呢说明就是这个同学他没有太好的一个方案形式感这种感觉 因为基础的图形的话呢 他比较初级 这都是我们就是说 呃用到一些小体量项目的时候会用到一些基础图形 但是如果是说像这个项目一万平左右的话 这种基础图形如果直接拿出来用的话 只能说明这个设计师没有方法啊 就是说处理这个问题的方法太少了啊 那后面这个方案的话呢 更多的就更偏向于这种形式感了 就有点像画画一样 虽然呢这里面按照我的要求做了一些小的透视 但是呢他终究给人用什么 就是这种形式感太强 然后的话呢 是背着画画 好看牵着鼻子走 这是错的 好吧 然后呢在这个期间你可以看一下 啊那不断的折磨他 我就让他说别想两个方案了 啊按照一个去来出发吧 因为这个时候大家你要清楚 你一开始做这个方案的话 你看这么多问题就证明什么 你正在一个瓶颈期 瓶颈期的话应该是把你全部精力打到一个点上 而不是说分散去来处理 所以的话呢 我当时给他的建议就是说 不要再做两个不同形式的方案了 因为现在的问题是什么 就是你不清楚这个空间如何去来参与 如何去来运用这个形式 所以的话呢 把这个时间精力的话 打到一个点上 然后快速的去来突破 啊后面的话呢 图纸上 呃这个这个有一些进步 但是的话还是会有些问题 那这个时候就要寄出我们的杀手键 是吧 就是你要通过Skyr体块 去来验证你设计的空间 到底是不是给人用的啊 我这里面的话呢 就是说的更直接一些 就是大家我们在做设计的时候 不是说这个图画的好看了啊 你就觉得可以了 更多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你要拿一个Skyr的这样一个模型 一个体块 去来验证一下这个这个空间 你从平面对吧 设计完之后的话 它的空间上好不好用 好吧 所以的话呢 其实在后期的时候不断的折磨 它都是在呃这个这个空间 那个论证上 就这个空间论证的话 非常重要 对吧 就你想象的空间 是否是你想要的啊 所以这点是很重要的 所以当时的话呢 在这个点 结果眼上是折磨它很长时间 就这个模型推销这一块 对吧啊 这个这个不停的让它改 然后的话呢 不停的让它去再去来优化 这个方案 比如说像这个两个雕塑的风格 完全不一样啊 一个是挑芭蕾的一个女孩 另外是两头迷路 对吧 这个这个就很奇怪的一个一个事情 对吧 你到底要想表达时尚 还是想表达自然 是吧 啊 所以这个事的话呢 就比较重要了 包括还有像入口的形象区也是 对吧 啊 只要它很长时间 啊 但是呢 后期的时候 就是慢慢慢慢 它就开始上手啊 更快一些了啊 然后后面的话呢 其实纠结的都是一些细节的问题 比如说避免一些张力点的出现 还有的话呢 就是有一些这个这个景观空间处理的时候 像这些东西是否有好的一个景观体验 好吧 啊 所以呢到了这个10月3号 就是接近两个月的时候啊 就已经这个方案调整了 就我觉得已经比较接近于我比较满意的这么一个状态了 所以的话呢 最近这次作业交的就是啊 这个方案的一个呃 二草深化的这么一个阶段就是它体块论证已经完全合理了 这个时候我们再做一遍二草 你可以发现这个二草的话包括这里面所有的表达 你再看一下它第一次的那个二草 你会发现有天壤之别 这个就是两个月能带来的一个突破 只有通过这种方法 你变学的两个月时间长 你在大学里面待了四年 未必能有这两个月学的东西多 所以的话呢 我还是建议大家呃软件跟手绘包括方案思维要同时训练 这样的话呢 才能达到一个快速进步的这样一个效果 好吧 当然呢 这次作业也有些问题 就是没有文字上的叙述 对吧 还有的话呢 就是在做泡面图的时候 这种啊 构置物的话呢 要用粗一点的黑色线来给它强调出来 呃 不然的话呢 这个整个图纸的话 给人感觉比较平 没有突出重点 好吧 这个就是这次作业的一个点评 希望大家能够学到一些东西